參選人的學經歷 因為我覺得學經歷是 他過去的一些成長過程吧 還有他一些教育背景 還有他曾經工作過的經驗 那這部分我就覺得蠻重要的 看他的證件 又要知道他提出的證件好不好 看證件就是看看候選人 提出來的證件有什麼內容 看他選舉人的照片吧 然後我覺得就是 第一印象蠻重要的 候選人的照片 要看一下他的臉的面相好不好 看一下每個候選人上面的照片 是不是真的 就是跟我印象中長得一樣 我印象中的課就是那個叫許願神 就是他不知道幹嘛 因為他證件 我沒有很印象他這裡寫什麼 看完之後就覺得說 這個我出來選好像也可以寫 願神 因為他說為了花蓮政黨 然後他說他為了花蓮人跳海 然後跳海 如果這次沒選上他要跳舞而亡 就是感覺是來亂的 有一位候選人的名字很長 然後覺得有點荒謬 台灣才神爺啊 對啊 因為他的證件是一張圖片 像有一個減稅對不對 就是把所得稅給的那個 稅率有調高吧 還調遞我忘記了 對啊我覺得這個對於年輕組來講 還蠻有用的 很有落差 覺得他照片都會修得很漂亮啊 然後修得很像很年輕啊 然後看到就覺得 這奇怪這個人跟報紙上不太一樣 當然有啊 因為都會美肌或修圖啊 我覺得男性還好 女性的話 有些修圖真的修得蠻大的 魚香好了 就看起來 可能他曝光度沒那麼高吧 可能跟我想像中的樣子不太一樣 我只有見過林憶華 因為我覺得他差蠻多的 我覺得宋維麗他的照片差比較大 因為他現在比較 可能比較豐滿一點 對